消毒酒精带来防疫安全感 您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吗 应该是存放在室温之中 是不是能直接喷电气候屏 那就不清楚 喷手机会吗 有 面来讲要用酒精稍微消毒一下 日常小习惯会不会踩到危险地雷 台中消防局构思 三步 两药 口诀很好记 要在通风处使用 要存放在阴凉处 不囤积酒精不在明火旁使用 不对运转中的电气喷洒 那些马达部分会有过热的情形 所以你在运转中的电气部分 去做这个酒精的一个消毒 也可能会一并引发 这个火灾的一个状况 如何演出喜感 同一次当演员的消防队员 下足功夫 这两罐我们这个动作一直重复 这样拿下去 然后就是也有 应该有关十次了 对啊 一直疯狂地拿 一直疯狂地拿 影片中提到不要在明火旁使用 真的很重要 只要喷上去的时候 虽然是没有接触到 一里没有接触到火源 可是它的那个气体 只要达到了温度的话 它马上就会接着 就会什么 会散开过来 从发想脚本到道具准备 都是消防队员一手包办 使用短片 宣导防疫正确知识 大海新闻 各位林杨俊廷台中报道 各位林杨俊廷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